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来卧薪尝胆勾建复国 重新出发 大家知道小时候我们都念过勾建复国这档事 现在台湾出现了一个勾建 侯涵合体引致大风吹 韩国瑜帮侯友宜拉起手 这样子国民党到底会不会越来越好呢 郑南的集体焦虑到底是什么呢 看起来郭台铭民调已经胜过侯友宜 他卧薪长大以后也不吭声 就做他自己想做的事了 72岁的郭台铭其实讲句真的 如果他现在他唯一可能 心心念念的就想要当总统 那当总统也没什么不好啊 大家很多人都出来选总统 并不是只有他 对不对 那五党籍的选总统也一大堆人 去报名啊 所以呢他有他的想法 但是呢他有没有口出恶言对侯友宜 对国民党并没有 但是呢他觉得他自己也真的被摆到了 他证明的是什么呢 这个总裁他的霸气呢 绝对这口气是绝对吞不下去的 但是你说他吞不下去吗 还是照吞了 吞了两颗子弹 这两颗子弹呢在他体内发酵 好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回到政坛的江湖重新出发 从5月17号以后 5月19号他出国带着七小区日本 21号回来了 好看到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替他呢捏拔冷汗 最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呢 第二次摆了他的道 而且呢他说征召的方式呢 根本都不是透明化的 所以呢让这个呢商场的男强人呢 这个大强人呢 他真的是不能吞下这一口气吧 因为呢人活着不是就争一口气吗 还争什么呢 人活着就争那一口气 他这一口气怎么吞得下呢 以他刺刹风云在商界的一个能量 我相信他是绝对吞不下 但是你说他吞不下 他就是来个卧心肠胆 他也不谩骂也不多说半句话 也不口出恶言太厉害了 这就是他的智慧 好我们继续看 到底他重新出发的江湖 政坛的江湖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大家知道了 政坛的江湖水很深 深到深不可测 而且里面呢 哎呦我的天啊 可能难泥还一大堆呢 抓泥出吧 来我们继续看 郭台铭参选意志坚定的决心 他在昨天在台南做了一个大型的国 他的第一枪吧 他拜访了所有的中南部 所有的这些议长 还有地方的政要民流 以及呢这些呢撼动政坛的 可能呢可以协助他呢 站上一个总统格局的人 这些人 我相信呢郭台铭呢 他用尽了使出了他 这个全身的力量呢 都在做这些事情 他网罗了很多人 而且还不打紧 他成立了一个他的政党小组 而且呢他每一个出手都非常精准 令人不得不佩服 所以呢当时国民党 把他气之如臂履的时候呢 臂喜的时候呢 我相信他内心是在淌血的 可能呢淌的血呢还是用喷的呢 所以我相信呢他的坚定决心呢 是不会撼动的 从他的所作所为 我们可以看到呢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多月的时间而已 从5月21回来到现在 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继续看 好不再和柯文哲三蒙海事 我们知道呢他当时求 应该说放低很多身段 去跟柯文哲两个手牵手去看海 还咬指着中国的厦门说 未来要让两岸和平 两个大人坐在那边呢 那谈情说爱三蒙海事的40分钟以后 没有下完啦 人家不爱他啦 不爱他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柯文哲说 我的民调已经胜过侯友怡吧 应该他内心是这样想 当时侯友怡的民调是低迷到 几乎要打挂 而且是滑铁卢的状况 因为他在不管在台大的演讲 或者政大的演讲 几乎遭受到年轻人的唾弃 而且呢他的答非所问啦 所以呢大家对他真是非常感冒 但是呢柯文哲呢 他难刮了多少年轻选票 因为郭台铭其实跟他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两个人伯仲之间啦 我这样讲 一个在商界的成名的人 一个在政界呢 有异军突起的现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其实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呢 在哪里呢 因为呢民众党虽然穷一点 但是柯文哲常讲 我穷把他穷得有骨气 所以呢你不要并购我 有人说并购他嘛 你大老板呢想来并购我 我也没有答应啊 所以呢在从此以后呢 这个大风呢吹 撼动不了呢柯文哲的决心 那郭台铭在被拒绝以后呢 他要想出一条呢 他夹缝中求生存的道路 希望蜕变成一个火凤凰 我们继续看 好柯文哲呢选票恐大失险 我刚才讲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柯文哲的选票是年轻人居多 占了55到58个% 怕死人有55% 一百个有50几个人 60个人支持他耶 那他现在是一支独秀啊 因为你看到赖清德的年轻选票 根本都望其向背啊 对不对 好那侯友宜就根本不用讲 就这可以讲说他是滑铁颅啊 在年轻选票这一边呢 他完全遭受到一个滑铁颅的状态 那老年人居多的 结果呢老年人 中老年人都是呢 挺民进党的 还有挺国民党的比较多 深绿的 深蓝的 一个是挺侯友宜 一个是挺民进党的耐心的 那所以在他们这个 撒哈都的状况之下呢 柯文哲有点大意哦 他大概没有想到呢 拒绝了郭台铭以后呢 他会继续动作 以为就此 就觉得自己呢 应该就是稳稳的 坐二望三 没有想到 事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发生了 大大的发酵的消耗 这个大转变 好 这个大风吹吹倒什么呢 到底呢 这个椅子谁坐得稳呢 我先讲一下重点 我在前几个月前 我开始在做总统大选的节目的时候 我曾经做过一集节目 还是两集节目 我在中间如果是我的铁粉 你们都很清楚 我有讲说 在之前的八年 总统是矮的 在接下来总统会是高的 那赖清德也不高 168公分 何友宜更不高 那柯文哲稍微高一点 172公分 那谁最高 郭台铭 个子最高 郭台铭的个子是178公分 虽然还不到180 你看到没有 我们在之前讲到 从蒋中正 然后呢蒋经国 一个高一个矮 然后接着下来是马英九 对不对 一个高 然后接着下来又是一个矮 是谁 那就是 接着下来的就是 没有 从李登辉 李登辉下来以后呢 是陈水扁 把他们两个漏掉了 那陈水扁呢 现在后来呢再上来就是 这个 不是 就是马英九 马英九个子很高 那非常高 大概180出头 那看到那个接着下来呢 就是谁 蔡英文 你觉得这不会有改变吗 还是真的就不会改变了 我觉得会改变 今年是破军年 贪婪化季就是破军杀破狼的格局 杀破狼的格局呢 是一定天翻地覆的改变年 重整开始 而且呢我们的易经里面挂像是7 挂像是7 代表是什么 破败以后重生 所以呢 现在国民党搞的四分五年 看到没 民众党呢虽然呢 有点易军快要突起的状态 但是如果郭台敏一出手 你觉得柯文哲选票不会大失险吗 我预估他最少失去20%的选票 年轻选票 好他有58 现在他吸金 他的吸金大法 郭台铭的吸金大法 现在开始花起作用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郭用默不作声的 哀兵必胜的方程是来 走他自己的路 哀兵必胜 默不作声 不讲半句话 不接受媒体采访 他只走自己的路 他内心的那个冲击 我相信是相当大的 因为呢 当时 国民党 还偷偷告诉他说 啊你就不要去刺激侯友仪 啊你就不要跟侯友仪有什么 讲太多 那他好像自己是笃定会被提名 没有想到呢 哇 暗天吃西瓜 暗天吃西瓜 半夜欢景 这个傍晚的时候吃西瓜 半夜呢拉肚子 哇 嘻哩哗啦 溃不成君 烙晒 哼这很难听 但是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到没有 好 那现在这个整个情况呢 他当然他有一个哀兵必胜的方程式 他放下身段 拜访了所有的 这些正要人物 好 那 大家都以为啊他根本不可能独立参选 你知道现在有多人在帮他联署吗 他联署是7月1号开始 在凯达格兰大道开始发放 有多少人呢 都想去帮他 7月政坛大地震的开始 下半年呢是台湾呢政局呢 起了天翻地覆的开始 而不是大地震而已啊 这个绝对不是7级大地震 可能来个9级大地震 所以呢 大家会认为说 好 那这个台湾的政局呢 现在呢我告诉各位 里面藏着危机还很多呢 非常大的危机会越来越多 还有很多的未爆弹 都会在农历的9月10月爆开来 我都已经预告了啊 农历9月10月会爆开来 那你想想看 如果真的爆开来的话 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就是台湾政坛的大地震 好这个大地震呢 民进党的大清德呢 见敌呢不费力啊 看到了没有啊 要杀猴雨不用出兵 不用一兵一卒 他只要呢 现在稳坐龙头老大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郭台铭在帮他善后 你不要笑 对啊 他最怕的就是柯文哲啊 柯文哲拿年薪选票 拿了这么多 那郭台铭出现不是在帮他善后吗 帮他清理一些战场吗 没错 这个坚敌不费力 那到他虽然是不费力 你觉得他能胜选吗 还未尽之天 我从天运盘地运盘来看的话呢 没有这么轻松啊 绝对不是像他想的这么轻松 好 四只脚能平衡吗 一定有人要先断腳啦 脚要先断啦 另外一边呢可能就掰腳啦 断脚跟掰腳是不一样 掰腳只是脖脚而已啦 倾斜而已 断脚是整个就断了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像这样的情况呢 到底台湾的政坛又会发出什么样的警讯呢 我们继续看 郭出手牵科手 国民党太小看他 当时我就觉得他去牵科文哲的时候 本来呢他就是对国民党的反制作用 就让大家看一看 我就是跟科文哲还是蛮好的 我就是跟科文哲还是蛮好的 我们好像是兄弟一样哦 我们的就是都是 不是像火雨讲的 我们都是拜关公的 科文哲的手是什么 手术刀的手 郭台铭的手是什么 看过那个武侠片吗 无形雕塑 看过吗 无形雕塑 一个是拿着手术刀的手 一个是无形的雕塑 所以国民党太轻护他了 真的太轻护他了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真的 朱立伦侯友宜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我当时做节目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 郭台铭绝对不会就此散发甘休 国民党真的太小叹叹 好 金小刀 封刀12年 小刀恐怕已生疏 好 金小刀 你就是怎么挥大刀恐怕都是有限的 12年的经验呢 12年前的经验不代表12年 以后的可以使用的方法 就像说 你在所有岁跟24岁一样嘛 你在24岁跟36岁会一样嘛 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格局 世界学术完全不一样 台湾政坛也是经过很多的蛻变 好 那么金小刀恐怕已经生锈了 有部分生锈了 没有完全生锈了 但是呢 如果 当然现在侯友宜改变了策略 他开始攻击民进党 接着下来他可能要攻击科文者 那当然他从核电厂啊 一厂说要重启啦 甚至呢 四年的三加一教育啦 甚至呢 当兵啊 这些制度啊 都是他现在主打的主题 他总共有四大主题 但这四大主题他还包括了 把那个郭台铭的0到6岁呢 国家养喔 那撼动了很多年轻的爸妈们 我想呢这个四大主题呢 对他是有所加分的 但问题是 问题是 郭台铭再出手的话呢 会就真的对你的加分有这么多吗 我倒不见得认为是会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呢 杀的新风雪雨的台湾政坛呢 金小刀的手 加上柯文的这个快刀手 加上呢 郭台铭的蛇行雕手 请问一下 哪一个厉害啊 我们继续看吧 好 2024年呢 行火运 郭是火行人 他会大亡 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政治人物 我讲句真的 大家都认为 在全世界他已经开始 就算他没有选上总统 他已经走上政治的路了 他觉得是不是在半路上 而是在全程的在奔跑 所以呢 2024年呢 我们1月13号呢 要选举 就是火行人呢 他会大亡 你看他面向就是火行 好 接着下来他个子又高 木来生火 我相信呢 以他的国际观策略 以及他的长袖善武 或者说 他在商界的一些运筹帷幄 我相信这些政治人物 真的还真的不能太小看 太小看他 好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也希望大家呢 多帮我按赞分享 如果你觉得我的分析不够到位 你们也可以写一下 如果你觉得分析太幼稚 你可以写一下 无所谓 海洋老师呢 就是呢 尽力的把我的工作做好 让大家知道 其实呢 很多人就说 你就好好算你的命 对不起啊 这些人命我也要算一算 因为他攸关着台湾的未来 不是吗 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更何况我有家族几百人 都住在台湾呢 我当然要关注呢 台湾的选情啊 而且台湾我们是一个宝岛 这么小的岛 是一个国家 我们更要呢 爱惜我们的岛 命我们的国家 希望大家好好的来关注 这个变局最大的 里面呢 到底藏了什么毛逆的 台湾政治江湖呢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 开订阅按下小铃铛咯 拜拜